全国仅存的台湾原住民文面登陆保存者林志妹 在今天病逝在花莲 文面文史工作者田桂石感叹说 这是最后一次送别文面骑牢了 对她来说是记录任务的结束 她也呼吁政府能够重视并支持 推广台湾原住民族的传统文化 晚年跟着女儿林超花 常居台北的文面国保林志妹 18号病况危急 家属照她医院一路回到卓西乡三里部落老家 亲人随时在旁住福夏里市享受101岁 全国仅存台湾原住民文面国文化 也正式进入历史 妈妈虽然已经离开我们这些小孩跟子子孙生 我相信她所教导我们小孩的 她的一些不管她的知识也好 她的精神跟她的智慧 我们都会慢慢地去跟她学习 面对母亲的辞事 小女儿林超花不舍之余 对母亲生前自律推动 传承塞德克传统织部文化与公益 也为母亲感到骄傲 八十岁眼睛不大好的时候才休息 对她知了将近八十几年这样子 对啊对对对 她知布的这个年龄真的是蛮长的 所以她留下来给我们小孩的那个她知的一些支部 蛮多的也分给我们小孩子这样 然后你们其实有的保存起来 有的保存起来 因为母亲与林之妹交好 进而长年来也维系友好情谊的文面文史工作者 田桂石感叹 这是最后一次送别文面骑牢 他说泰雅族、特鲁格族、塞德克族传统社会 文面是生命礼仪、社会责任、超自然观念等 特殊的原住民族文化特征 田桂石也呼吁政府能够重视并支持 推广台湾原住民文面文化 林之妹1922年4月出生 曾受日本教育4年 从小跟着母亲学习织布的她 遵循传统在脸上绣额纹 15岁脸上的文面被日本人强迫清除 乐观勤奋、爱家的林之妹 从8岁一直到80多岁都还在织布 织布技术进展 喜欢硬唱塞德克传统歌谣的林之妹 18号在家人亲友的祝福下 带着脸上文面记号 走过彩虹桥和天神祖林相聚 记者是玉兰 作息采访报道